好,我們來做題目 24.3公克的鎂跟足量的氧 就是氧絕對夠用,用到有腎 可以產生氧化鎂幾末多少公克 第一個是我教你的做法 我的第一步,第二步跟第三步 第一步,要幹嘛 寫出均衡的化學反應方程式 那這個,這題沒有寫 所以我自己比較會寫 但我講過,絕大多數的題目是他都已經 幫你寫好了 寫完 第二步幹嘛 把乙字跟鎖球都換成墨 為什麼要換成墨 因為方程式寫完上面有均衡係數 均衡係數就是個數就是墨數 所以要換成墨 乙字是誰 24.3公克的 要求氧化鎂多少墨或多少公克 那我們就用墨比較快 那怎麼樣把24.3公克的鎂換成墨 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 所以要告訴我24.3歲數叫1墨 那麼求出氧化鎂幾墨 S墨 那第三墨是什麼 第三墨是什麼 剛才那個墨的墨數就是均衡的係數 所以寫下去 1比x 係數呢 墨數係數就是2比2嘛 對不對 每一支彈後面是2比2嘛 剛才那墨反正進去 1比x等於2比2 算出來是1墨 然後再把墨換成什麼 功課吧 求幾功課 墨怎麼換功課啊 墨要怎麼變成功課 功課跟墨有什麼關係 墨怎麼變功課 要乘以原子量或分子量 好就是這樣 我們背的公式 小瓢蟲 好 要求的是質量 質量把質量遮住 下面就是墨乘以原子量或分子量 幾墨了 1墨 分子量 24.3 所以乘完 對不起 我剛剛講錯話 我要是氧化鎂 氧化鎂是要16加上24.3 所以40.3 所以1乘40.3 40.3克 就是我們的做法1 然後呢 我們在外面演習的時候 有老師說 他都不要墨算 他都是用質量算 用質量算就類似 我們剛剛看到的 我們之前看到影片裡面 的那個用質量去算 那 影片裡面是利用質量守恆 知道呢 W617功課 那我們這裡不是用質量守恆 我們是因為我們有係數 我們有原質量 分質量 我們就能夠知道質量 然後後面是一樣的 我的質量呢 因為我們定點嘛 我們有一定的組成嘛 所以我們的 組成是固定的嘛 所以質量比也是固定的嘛 戴了一個比就知道了 所以我們再做做做看 現在我們用質量怎麼做 我們寫下來氧化鎂的方程式 寫完 然後呢 然後換成質量 有兩末耳的鎂 一個鎂是24.1 末耳是24.3克 就是末耳成原質量的時候 48.6克 所以左邊有48.6克 右邊有氧化鎂 鎂呢 氧化鎂是40.3 有二 你自己講過了 就是80.6克 這樣寫什麼意思 告訴我 鎂48.6克的鎂 就會產生80.6克的氧化鎂 OK 那 現在是幾克 24.3克 是多少 一半 那你左邊變一半 右邊要怎麼辦 變一半 所以多少 40.3克 因為我這裡是用質量關鍵 但是先算出質量對不對 然後再把質量變成末 那質量怎麼變末 質量部後面的末 處理原質量或分質量對不對 所以 養生氧化鎂40.3克 然後這樣變成末 處理原質量或分質量 然後氧化鎂的分質量40.3 所以說完答案就是一末 當然答案當然都完全一樣 那就是把它變成所謂的質量關係 那其實我們的觀念想法是一樣的對不對 看末 一末會有一末 兩末會有兩末 看質量 五公克會有十公克 十公克就會有二十公克 我們的比例關係是一樣的嘛 末數比末整是質量比的關係 就是固定的 再來 我們要背 剛剛的公式也是一樣 就是末就等於質量 除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所以質量是等於末 成於原質量或分質量 所以質量是等於末 成於原質量或分質量 關係想法也是怎樣 一樣的 所以我們的想法是一樣的 我們要背的公式其實也是一樣的 就可以把我們的解決出來 所以 當然就看你覺得 你用我的教法 三步驟去做 你比較OK 還是你覺得換成質量 你比較OK 都可以 試看看 就是我們跟各位講解 我們如何做我們的化學劑量 可以嗎 可以